娱乐圈流行一个新词叫刘饼 也就是在某部影视剧官宣前 一切不属于官方渠道出来的消息都被称为刘饼 就像现在吵得最热闹的男哄一样 这部电视剧还没有开机 结果这张大饼将半个娱乐圈的女明星都拿出来刘个遍 有网友表示这个饼到底什么时候能上锅 看都看完了 从90后的演员刘到00后 现在又刘到了杨超越身上 结果消息一出 杨超越后援会立马辟谣 表示此消息是假的 剧方根本就没接触过杨超越 大家切勿相信 于是有网友呼唤05后小花们赶紧做好准备 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饼就流到他们身上了 这部电视剧曾溜过的女明星中 张雨昕成为女主角的消息被吵得轰轰烈烈 有消息称张雨昕为了能出演此剧 甚至准备好了这部剧所有的服装 全部都是根据男红小说中的造型准备的 曾有网友表示此剧非张雨昕莫属 如果不是张雨昕出演女主角 那就要罢看此剧 而另一波网友则表示 如果是张雨昕出演 那也要罢看 双方吵得相当热闹 当有营销号突然公开表示 张雨昕已经成功拿到了男红女主温以凡这个角色 立马遭到了剧方的否认 表示目前剧集仍处于剧本的打磨阶段 关于网络上散播的诸多传言 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 一切以官方信息为准 看剧方如此回应 有人表示人家原本属一的人选是王楚然 王楚然无论从形象气质 都与温以凡极为接近 但是自从《我的人间烟火》上线后 王楚然口碑大跌 不知是剧方还是作者 直接打消了让王楚然出演的念头 孟子义也是网传女主角人选之一 孟子义长相迷艳 性格讨喜 而且在综艺节目中千粉也不少 关键是孟子义演技还挺不错的 不过立马有网友提出反对意见 表示孟子义多以女二号出现 根本担不起这种资严的女主角咖位 而且孟子义也没有什么经典角色 让大家念念不忘 所以拿到这个饼绝无可能 其实除了以上几位女明星怪 刘浩存也出现在网传名单 不少网友表示刘浩存是电影咖 出道以来只拍电影 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人找他拍电视剧 也或许刘浩存根本就无意在电视剧发展 男吼现在只是立项女主角的人选就传来传去 不少数迷表示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难度非常大 除非找到了高水平的编剧 再或是能找到顶流男星马注流量 否则改成电视剧怎么都得扑 有消息透露8月份时剧方已经接触了白静婷 看来是希望白静婷能带动起此剧的流量 对此网友表示既然女主角如此难定 不如让宋毅来出演温以凡 毕竟两人还是真情侣 拍出来CP感也特别强 更何况既然白静婷和宋毅即使大家都知道 两人是在谈恋爱 可是始终不愿意公开恋情 不如让两人在电视剧里光明正大谈恋爱